现在台湾的死亡率 已经高于全球平均的死亡率 云林县长张立善 为县内疫情防堵召开记者会 不过立我苏志芬爆料 不止张荣卫 就连张家俊都有特权打疫苗 他的丈夫也被点名张立善 在连书天文 说都是疫苗热的祸 我是县市指挥官 防疫指挥官的新增 我是5月初的时候打 还有什么问题 张永诚透过电话强调自己 在5月初没人要打疫苗时就施打 身为防疫官家人没有违规 只是云林疫苗争议 不少议员早就已经施打过疫苗 身为卫生局局长 再请向社会大众致歉 不过希望社会大众 给予我们县补这个防疫团队 继续的加油打气 卫生局长曾春美亲自道歉 就连批判特权疫苗的云林县议员 廖玉贤也哀哄早就打了 因为我们5月17号是分林管理会 开机的时间 不过去台北 这我的人回来 廖玉贤证实并在联书直播 自己是在5月14号就预约登记 并在27号与土库完成施打 自己也很难过 云林特权疫苗延烧 张立善只有自请云林检方调查 求证张家俊未能取得联系 而对此云林地检署 也就云林县施打疫苗之三冠一役 在10号立案侦办 三兄廖德云林报导 好特权疫苗的部分 我们来看到云林 那云林之前就传出来说 是前县长张荣卫 他也是县长的这个哥哥 那我们看到是张荣卫 他5月31号假设初一之后 然后他很快的 其实已经改变了这个施打政策 就暂缓说同住家人是不能够打的 可是他还是打了 而且现在我们看到是民党立委 苏志芬他的爆料是说 一餐全是在自己家里面 在有所谓地方人士 称叫做胡伟清普工 他是道府服务 在家打疫苗 有这样一个状况 然后还有另外被点名的 是包括这个张荣卫的女儿 也是前立委张家俊 那苏志芬的质疑是说 他好像是在这个土库的卫生所 来打疫苗 那另外呢 是张立善的丈夫 他是中华民国农会总干事 张永成 那苏志芬跟他喊话是说 我给你一个机会 你要跟我说 你有资还是没资 那刚刚的这个新闻画面里面 张永成的回应是说 我有打 可是我是在那个 好像限制之前 限制打开之前 我就已经打了 所以他觉得有什么问题 你为什么会来质疑 他觉得很习惯 那我请教清皇 因为我们看到是从台北 一直到云林 好像有一些 有特权特殊关系的人 就能够打疫苗 怎么样来看 我觉得这个云林跟台北 示范给我们看到两个现象 哪两个现象 第一个现象 叫做特权的疫苗 那第二个现象 叫做消失的疫苗 什么叫做消失的疫苗 什么叫特权的疫苗呢 我们先看到云林的状况 云林的状况你看 这个人真的是 就是你编了一个谎 你会发现 会被戳破的谎会更多 所以你看到的是 在云林里开了一个 特权的疫苗的后 被人家看到 这个我们看到张立善的哥哥 张荣卫 看到之后呢 你果然发现之后 还有更多人 张家俊也打了 不但张家俊也打了 今天最新大家才发现说 原来云林疫苗 已经充沛到大方道 可以让云林的现议员 都可以有施打的服务 甚至我们还怀疑说 现议员的家人 有没有也有施打的服务 你要想说真是妙 现在大家都说 疫苗是个稀有才 是个重要的资源 但问题是在于说 这个政府拨到云林去的疫苗里面 人家都以为说 你应该优先到 一到三类的人员 一到三类的人员 就是医事人员 高风险人员 防疫人员 没有 云林是第一类 云林上次还是一类 他应该前三类要优先满足 结果你会发现 我们刚刚讲前三类里面 请问议员排在哪一类 你这个东西 要告诉大家 大家就说不过去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 特权的疫苗的现象 但是在台北 我们算数字给大家听 在台北市上 大家看到的是 疫苗一方面嘴巴说 这个不够不够不够 来多一点 但是二方面你看到的是 给你很多了之后 请问要你优先 打一到三类的人名单里面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数字不见了 哪些数字不见了 我们给观众朋友看一个数字 请记住一个数字 叫36449 36449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跟大家讲一下 台北市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从5月27号之后 政府配给他的数字 5月27号是给他五万四千计 5月28号给他两万两千计 5月31号政府再给台北市 五万六千计 他一共拿到十三万两千计 结果台北市自己造册的 我们讲说一到三类的人员里面 有十二万九千一百一十九人 那各位知道 这个在这里面只有多少人有打到呢 在这里面只有八万八千六百五十一个人有打到 所以请问一下 在台北市这十三万两千计 扣掉六千九百计之后的数量里面 你只有八万八千六百五十一个一到三类的人员有打到 那我们就要问一件事 请问这三万六千四百四十九计到底打给谁 显然这三万六千四百四十九计打的 不是你造册里面的一到三类的人员 那我们就要追问 那你这三万六千四百四十九计到底是打给谁 为什么我们要问这个数字 是因为今天不是说 我们要刁难你这个台北市 刁难你地方的状况 而是在于说 你台北市政府 柯文哲市长之前一直在喊两件事情 第一个一直在喊疫苗不够 第二个你在喊说这个预约的系统有问题 没有预约的系统 这个打疫苗一定会出状况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 第一是给你的疫苗 给你十三万两千剂的量 你也打不完 第二 这个你的十二万九千一百一十九人 这个数字 是你一到三类的人员里面有造册的部分 换言之你有造册 你有名单 但是你这里面的人 你也打不完 你不但打不完 这里面你只打到八万多人 其他你打出去的请问 三万六千四百四十九人 你是打给谁 各位不要小看这个数字 三万六千四百四十九 占中央配给台北市 五月十七号之后 疫苗数量里面 这已经是百分之二十五的数量了 如果中央给你十三万两千剂的数量 在这里面 你都有大概百分之二十五左右 打到谁身上你都不知道 那我请问一下 未来中央要配给你一百万剂的时候 请问百分之二十五是多少 百分之二十五就是二十五万剂 那我请问你打到谁身上去 你如果不知道 那对全民来说 这二十五万剂你都不能控管 那请问接下去的疫苗施打 你要怎么做 所以就变成对大家来讲 这个三万六千四百四十九这个数字 代表的是百分之二十五 你台北市政府都没办法掌握他的去向 然后好了 现在问题来了 我们刚刚前面给他定义说 这叫消失的疫苗 或者叫黑箱的疫苗 因为打到谁身上去 你没办法控管 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大家现在发现说 第一 你竟然是可能是为了要赶业鸡拼效率 所以看到的是 柯文哲市长在会议上面 要求大家要拼绩效 赶快把疫苗销出去 第二 哇 现在发现更糟糕了 台北市的疫苗状况 我们可以跟大家讲 用一句话来形容 用什么话来形容呢 有造册 排队打不到 这就是台北现在四万多个有造册人员的心理写照 但另外一句话更糟糕 是什么呢 没造册 插队打得到 什么叫没造册插队打得到 没有在造册名单上面的 就像我们看到的好心肝的状况一样 抠客抠来 然后呢 半夜来排队插队 你也打得到疫苗 那我请问一下 如果国家的疫苗掉到这两个打疫苗的状况里面 这个有造册排队打不到 没造册插队也打得到 在这个情况之下 那你要怎么告诉大家说 你在这里面不会有疫苗浪费的情况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讲的 台北市在这里面 让人家最痛心的问题在于说 你的消失的疫苗的现象 你要怎么处理 你的特权的疫苗的现象 你要怎么处理 所以疫苗的政策 沦落到特权疫苗 跟这个我们讲消失的疫苗状况 那就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现在就是变得很多 我听到的基层的医护人员的反应是说 那请问中央要不要直接 把疫苗配到这些诊所跟医院的手上 因为这样的呼声出来的时候 你想想看代表什么事情 代表基层的医护 他们现在对于这个整个的疫苗配打 施打的状况 他们出现了不信任的状况 而且他们的危机感来自于说 我们第一线直接面对有这种生命风险的 我们打不到疫苗 但是为什么有这么多 不在照册里面名单的 他们打得到疫苗 那最夸张的是 你也可以看到这个状况 当大家在检讨政府的时候 哇 现在丢出来 越来越多知名的名单出来 俨然有一个风向是 要把大家的注意焦点 带到那些知名的人物上面去 但我们还是要讲掉一件事情 我们希望大家不要去检讨那些 所谓的知名的这些插队打得到的人 因为最大的问题在于说 人家为什么插队打得到 还不就是你台北市政府把疫苗配置下去 给这些诊所 给这些医院吗 重点是源头的管控 对 分配资源的那个人 才是最需要被检讨 才是最需要被讨论的人 所以说分配资源这件事情 在座有两个议员 我补充请教 请你们短讲 我好奇说 你们现在有资料吗 台北市有资料吗 新的市有资料吗 因为云林他的做法是怎么样 他说现议员 包括他们的同住家属都纳为疫苗接种的对象 我们不是说CDC他有一个指引吗 而且在云林他现在是在打第一类而已 第一类就是医护人员 可是他已经打到好像奇奇怪怪的 已经扩大自己解释到很多地方去了 他的说法是什么 他说因为中央的防疫规定 施打顺序 你一直在调整 我们无所适从 连公文都看不懂吗 来 没有 双北以外都是第一类 然后什么变来变去 没有太多问题 第一类就第一类 那刚才特别提到 看起来这个云林县的辅慧关系不错 看起来我们云林县的辅慧关系不错 清楚是没打 你如果说市远是第几类 其实我们有像不仑不类 这种公关真 太到位了 太到位了 所以我相信他们的辅慧关系应该还不错 不过你看 这是柯文哲自己的脸书所写的 他是讲说 在疾病面前没有特权 极其讽刺 其实说实在的 我们就要问说 那当时这个疫苗 为什么只给这六间的诊所 为什么只给这六间 那看起来显然也不是这诊所跟你要的 因为没有人说我要来之后 我要一天打完 不可能 那为什么要给这个数量 显然看起来就是要消化 所以我觉得现在看起来 不只是台北 台北市有点莫名其妙的特权 但云林是特别考特权 特别考 因为如果今天你说台北市的议员都打了 那也是特权 当然是 来 云慧 我这边有这个网络上流出来的公文 就是云林的县议会发给所有议员的公文 那他这边就第一句就开宗名义说 转知云林县政府第二T次施打新冠肺炎的 AZ疫苗事项如下 所以县议会为什么会有这个疫苗 请议员通知来打 其实就是县政府跟他说的 那县政府怎么会有疫苗 那就是跟台北市的情况其实很类似 都是拿疫苗去做公关 做人情 对 做人情做公关 那你的施打计划你都没有出来 那老百姓在家里信任你 乖乖的在家里等着 宅在家里要等疫苗 结果我们的有一些县市政府 在地方上 他的施打计划没有公开透明 他做这样的事情 现在被踢爆了 我觉得大家就应该要谴责 因为这个真的是很不公平 不公义的事情 绝对不是全国每一个县市都这样子 这个问题其实非常严重 因为刚才在记者会当中 其实有非常多的记者提问 包括60岁跟70岁 那他们的这个死亡率 其实是现在是让大家非常担心的 那因为我们现在75岁以上 他是可以提前到第六类去施打 那如果说 如果全部像台北像云林这样子 去做公关 他高兴给谁 那是由他自己私相授受的话 未来就像刚才亲黄所讲的 如果说一旦以台北市来讲 我给你100万 那你要打到75岁以上 你怎么造策啊 那你怎么去安排顺序啊 我们昨天看到高雄 是你几岁到几岁 你要到哪里去打 谁来接你去打 谁通知你去打 你要拿什么东西去打 人家都已经列好了 但台北市呢 到现在还没没想到 到现在不知道你做什么 他只知道要骂人 他只知道要往外推 来 惠珍 因为我们看 如果说刚刚他的标的物 已经勘托到议员嘛 然后还有一些扩籍很多 他们自己解释说 我要打这些人 可是我们再回头看看 县长的家人 县长的家人 其实也不能叫做同住家人 因为他们家的这个 还蛮大的 你怎么样来看这个事情 我觉得最近这一阵子的事情 让我有一种错觉 好像一觉醒来回到民国前 好像我们的社会 分为皇亲贵族 巨伤富家 好像他们这些人的命是命 我们这些人都是草民 都快要变成贱民了 所以你就会没有办法理解 而且让我最没有办法容忍的是 包括县长 他竟然还讲什么 他拿出五月四号的公文 说是你指挥中心说可以打的 结果你变来变去 你现在又不准让我们说 又不可以打了 他等于是拿明朝的剑 要来斩清朝的官 就是根本不同时候的事情 你在讲 你故意把这两件事情 扯在一起讲 另外一个是 他还强词夺理到什么 他说他们是我的家人 如果我打了 他们没有打 我这样是为了降低 我指挥官的风险 那如果这样讲 那是不是你们家那一条街 你们家的那一个里 甚至你们整个穿妆 全部都应该打完 因为你的命特别娇贵 那我们难道都没有 家里都没有父母吗 难道我们都是 就是不怕病毒吗 你知道这个新闻一出来的时候 他们那一种死不认错的嘴脸 一副 我就是娇贵 你们就是贱民 甚至会有让我那种感觉是说 我现在皇亲贵族 我打了怎么着了 你还有胆讲话 你要讲什么 你就是不如我 你要讲什么 我觉得那一种阶级感 是让人民最没有办法接受的 第二个 回到台北市 柯文哲昨天深夜一个文章 他本来以为说 他终于柯市长找回柯医师的良心 结果你看得更火 晚上都快睡不着觉 他讲了一副说 真的有错要改什么的 话回到一句说 那说到底 还不是因为你疫苗不够 想打是人性 如果疫苗够的话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请问一下 如果就算现在有 2300万剂疫苗 真的都在台湾 你去哪里找 2300万的医护 帮2300万的台湾人打 不可能 就算你有2300万剂的疫苗 你也是要分配 你也是要有一个顺序 更何况 就是因为现在没有 所以分配才特别的重要 这就像是铁达尼浩要乘船了 谁要坐上那个逃生船 特别重要 这是人的道德最基本的要求 不能够耍特权的 那我们看到是 我们的国产疫苗 昨天解盲记者会 解盲非常的成功 我们稍后要视讯连线 给高端的总经理 陈灿间 好我先请教清皇 有关于这个高端疫苗 解盲的内容 其实大家会去关注 有一些数字 昨天在同步看记者会的时候 很多人都说 看起来忙忙 因为的确是蛮专业的 那我先请教清皇 怎么样来解读 因为他有说到 平均效价说是622 这样的数字 662 那这样的数字是怎么样来看 来清皇 好我们先从三个部分 去看这个高端的解盲 因为高端的解盲的部分 其实我们观察是 第一个它是要先做到安全 所以对这件事情 我们会发现 对于高端疫苗的安全性 基本上现在是没什么争议的 大家现在对高端疫苗的副作用 认知里面 它应该是比现有的 我们看到不管是AZ 莫德纳或是辉瑞的疫苗 它的副作用都来得比较小的 连会出现发烧 这种副作用的状况 它看起来也都比 这几种疫苗来得低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我们来出现 看它这个所谓的 阳转率的状况 要产生抗体的情况 基本上也是没有问题的 高端的疫苗 在它的受试者里面 产生抗体的状况 也是非常的OK的 所以现在大家 真的在争执的是说 你会发现市场 现在最大的两个争执点 是在争执 第一个 这个高端要做三期怎么办 第二个 还有人一直很担心说 这高端的国际认证怎么办 第三个衍生的问题是 还今天有人在找麻烦 在问说 高端疫苗的价格 比较贵怎么办 我想再问这三个问题的人 要先搞清楚 台湾现在防疫的状况 台湾的疫苗 现在最大的重点 不是让你拿来出国用的 台湾的疫苗 最大重点 现在是要让你拿来 保命不要变成重症用的 所以我们在探讨 这三件事情的时候 第一个先看一下 高端它要做三期的部分 这边要讲清楚的是 台湾的两家国产疫苗业者 不管是高端 不管是联雅 他们都有要往三期做 不是没有要做三期 这个要讲清楚 第二个是 要讲清楚的是 现在他们要做三期的方式 各位可以知道 现在市场上的状况 以前过去三期的做法 找一堆人 他打的是这个安慰剂 找一堆人 他打的是疫苗 那这种施打的状况 在现在要做 稍微是比较有难度的 因为你现在要告诉人家说 你有疫苗的情况之下 还要你打着这些安慰剂 然后去妙妙的生命危险 不打疫苗去面对这病毒 这个是有难度的 所以国际间 在上个月下旬的时候 才会开了一个这个会议 这个会议就在讨论说 第一代的疫苗 就是AZ莫德纳 辉瑞这些疫苗 跟第二代的疫苗 像高端这些疫苗来说的话 是不是有一个方法 可以让第二代的疫苗 赶快可以上路 帮忙舒缓 现在全世界的疫情 所以他们才会找出了一个 叫免疫桥接的方式 简单讲白话说 现在的方式就是 我找一批人 他打了AZ 然后再找一批人 他去打了高端的疫苗 让这两批的人 他去比较他产生 这个综合抗体效价的情况 只要现在高端 他所做出来的结果 他是大于等于 比如说AZ的疫苗 那就表示说 他的状况 他就是可以使用的 他的状况 是不会输给AZ的 所以这个新三期 或者说免疫桥接的方式 就是高端 他们现在要做的方式 好 那再讨论第二点 有人一直在问说 那国际认证怎么办 所以高端就告诉你说 他们已经在运作 在安排说 因为欧盟方面 跟他们一直有很多的讨论 所以高端就告诉你说 对于欧洲药品管理局 他们也要去申请认证 所以国际认证这件事情 他们也是有在做规划的 所以各位可以发现 这一次的全民 对于高端疫苗的上市期待里面 其实大家还是都赋予很高的期待 好 我们要透过视讯连线 我们要连线给高端的总经理 陈灿坚 总经理是不是已经在线上了 是的 总经理你好 因为其实说坦白的 我们非常恭喜高端 我们也恭喜台湾 怎么讲呢 我们的疫苗 后来可以国产之后 我们就不用受制于人 但是总经理 咱们记者回 说谈北的 的确是比较科普一点 有很多观众朋友看完之后 好像有懂 又不是很懂 那我给你请教 整个问题 来我们先看到的是 昨天我们在记者会上 也有特别拿出来这个 我们第二期的免疫反应数据 免疫生成性 那前面看到是血清的 这个洋转率 百分之九十九点八 那二十到六十四岁 这一组 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另外是综合抗体的 这个效价 六百六十二 那另外一个数字呢 是七百三十三 综合的抗体的这个叫做 倍率比值 一百六十三 一百八十 这些数字 对我们来讲 但是都不是很理解 那我请教总经理 我请教的是说 我们可不可以一个基本 我们来跟AZ 或者是说莫德纳 来做一个比较之后 然后来回推这个数字 看到我们这个效价性 是如何 好 谢谢主持人 我想先借主持人的时间 让我再一次来感谢 这次参加我们二期临床的 这将近四千位 这个老老少少 甚至到八十九岁的老阿嬷 也都来参加这样的一个 伟大的一个临床试验 在对他们至上最大的 谢意跟敬意 同时也借你的时间 也谢谢这十一个医院 那么他们联手来 把这一次不可能的临床二期 在最短的时间内 做得这么样的成功 所以先借你的时间 谢谢这些人 那么第二点呢 有关你的问题 刚刚我在线上看到青皇 青皇大概现在比我更专业了 他讲得非常的清楚 他讲的这个 几乎把我要讲的都讲完了这样子 所以这个谢谢你 这个大家都非常的了解 因为青皇很认真在研究这个高端疫苗 对对对 我想青皇现在是应该比我更专业了 我看他讲得非常的清楚这样 不过我还是来解释一下 刚刚主持人讲的这三个 三个三个点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有关这个养转率 我们说养转率 因为一个疫苗 第一个先要确定就是说 究竟我们打这个疫苗以后 多少人会有这个免疫反应 好 因为这个是最起码的 那么究竟免疫反应 在对于这个不同的族群 它的效果怎么样 这是第二步 所以各位如果看到那个99.8 是代表说我们所有参加这三千多人里面 不管老的 不管少的 不管男的 不管女的 他都几乎所有人都对我们这个疫苗 有好的一个免疫反应 那么为什么有99.9是说 因为一般我们最近在讨论说 到底这个疫苗对不同年龄族群 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反应 我们可以看到说 假如我们把年龄缩短一点 就只看这个20岁一直到65岁 那他甚至更好一点 是99.9 但是从这两个数字 我们可以下一个结论就是说 事实上我们这个疫苗 对所有年龄层都有很好的 可以引发免疫反应的一个效果 这个是非常令人振奋的 那么刚刚你问到说 那个莫德纳 BNT 辉瑞等等 事实上各位如果去看 他们发表的科学期刊 他们的疫苗 也大概在 有的是95% 有的97% 等等 不等 这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从完全 单纯从引起免疫反应 这这个叫做养转率来看 其实我们跟这个国际大厂 是旗鼓相当 这是第一个问题 因为我有看到一个是说 专家也看 如果那个平均效价是600多 说这个数字来看 600多 从600多来看 就代表说 其实疫苗的效果是蛮好的 那个是下一个问题 我先第一个 就是说 因为主持人要我们 大概做一个比较 所以就这个疫苗本身 可不可以引发好的 免疫的能力来讲 我们跟国际上 这几个大厂来讲 是旗鼓相当 那第二个才是说 你引发的抗体 到底是好或不好吗 那这里有一个问题 就是662也好 或者733也好 这个是一个叫做 在我们的指定实验室 那么以我们这次来讲 是中央研究院 那么他用他的检测 用野毒检测 他的抗体的立价 他得到一个数字 那这个数字呢 当然这个有一定的价值 但是因为不同的实验室 那么他用的方法 用的细胞 用的病毒 都略有不同 所以这个662 从这个单纯 这个数字本身 是有意义的 那为什么有意义呢 就是说 如果各位最近有看到 5月17号 那个Nature杂志 那么他有一篇就是说 中央研究校将 跟疫苗的保护力 有没有相关点 是有非常大的正相关点 就对了 但是662 这个是不是代表 可以跟莫德纳比吗 可以跟辉瑞比吗 现在目前还没有办法 完全这个叫做 head to head 就是直接对比 因为每一个实验室做出来的数字 他必须要换算成一个叫做 标准的数字 所以我们后来还必须要在同一个实验室去做实验 然后再比对那个数字 对不对 是 所以事实上我们如果是以绝对值来比 要在同一个实验室 同一个方法 那他才能够说 绝对的好或坏 总经理我们现在目前看 总体来讲 受理像是这个前疾管局局长张宏仁他就讲说 这是好得不得了 好得不得了 那我请教你一个状况 因为我们昨天在公布这个数字的时候 大家看完之后 有的时候会笑 为什么呢 因为很有意思的是说 有一些打了这个安慰剂跟疫苗组 他们的反应好像差不多差不多 比方说呢 有一些会发烧啊 你说疫苗组发烧正常对不对 可是安慰剂的人他有0.4%有发烧的状况 包括我觉得有点夸张的是 像是你会腹泻啊 或者是说你会这种呕吐啊 比例上呢 疫苗组是腹泻的部分是15.1% 然后安慰剂 他打的是安慰剂是生理食言水吧 可是他也有12.6%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所以心理会影响生理是不是 也不是全然这样 主持人讲的很好 因为我们为什么要用临床食言 就是说放在真实生活的状况 去了解他的反应 然后来看打疫苗跟没有打疫苗 在真正的生活状况的状况是什么 那我们举个讲腹泻来讲 你刚刚看到腹泻一个是17点多 一个15点多是疫苗组 然后12点多是安慰剂 是是是是 那我们就要去调查 这段时间为什么大家都腹泻 那我们发现说原来在我们做实验的时候 那段时间刚有流行性的这个腹泻的这样 在流行就这样 所以不管你打疫苗 或者你打实验食业水 因为你在都在日常生活里面生活 我们要看的是说 他们两个在同一个生活环境里面 有没有什么显著差异 所以如果大家拉肚子的都差不多 这个这个头痛都差不多 就表示说打疫苗 其实不会造成这个副作用 大概的理由是这样子 总经理是这样 因为之前有人在说什么炒股 到今天大家开始质疑的一件事 说奇怪哦 为什么签约高端特别贵 那这个部分这样子的评价 公不公允 为什么我们在签约的这个价格上面 好像是蛮优渥的 我想这个这个价格 事实上我想每一种商品 它根据它的生产的平台 那它原料的来源 技术的层面 它有一定的一个计价标准 所以这个贵或便宜 其实你要看它真正的这个内容 才能够才能够有一个公断 我看到有个报导是讲说 我们高端有一个叫佐劑的东西 那个东西其实是成本上 还算是蛮高的 的确的确 因为这个佐劑是全世界 目前唯一有两个特点 一它是可以引起这个叫做TH1 免疫的一个佐劑 第二它是全世界唯一 被TFDA核准的一个佐劑 那当然组织人 这样替我解释 就是我们除了佐劑 比较贵 以外呢 其实这个价格的价格的这件事情 应该是 有很多数据 那么可以来检验的 那更何况我们从头到尾 那么你知道我们整个台湾的疫苗 跟美国比起来 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价 第二个更重要是量 大家都知道 你去超级市场买 去Costco买货 那么去7-11你买了1000个 一个包装 跟去Costco买10个 它是不一样的 那么整个国际 不管是AEC也好 不管是莫德纳也好 他们都是以亿万计 以亿计去做的 所以它整个分摊的成本 相对的在比例上 你就会看到它比较 感觉它的绝对值比较低 那么第二个很重要就是说 在这个运送的过程 国际大厂这几个 莫德纳 BNT 它都还没有把这个冷链 的成本算进去 那各位如果把这个冷链 再算进去 那可能看到就不是 现在的表面的数字 以上是 总经理有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 一定给你清告 我希望说可以得到 这个国际的认证 比方说打国产疫苗 我也说我出国 也可以有一个保障 那我们在这一个部分 吸干 第二没 你们在得到国际认证 有没有什么样的时间点 有一个把握 还有我们不是在 三期临床试验 是要跟荷兰来做一个合作 这个部分 是 第一个我再借一下亲王的话 他说这个时候打疫苗 是要保命 不是要出国了 那这是非常对的 那第二个呢 我想我们跟联亚 其实我们一开始 做这个疫苗的时候 我们就很清楚知道 我们的疫苗 必须跟国际有接轨 否则就没有这个叫做 国际的通行的这种可能性 所以呢 我们其实在 二期临床的中间点 我们已经启动了 这个三期临床的规划跟设计 可是呢 可能各位要知道 就是说 你没有二期的资料 又没有办法启动三期嘛 所以在时间点 当然是要等二期 像昨天我们已经解盲以后 我们就全速去做 那各位知道 我们现在开始打疫苗 大概也要三四个月 才会产生一个比较 足够的保护效果 那我认为在我们未来的半年内 我知道我们高端疫苗 已经启动了这个在 申请欧盟认证 然后呢 跟他们讨论 为了取得欧盟认证 那么我们应该用 怎么样的三期临床实验 比如说是用传统的吗 是用免疫桥接吗 是用这个免疫 免疫替代指标吗 等等 所以我想回答您的问题 我想我们在今年的年底 到明年的上半年 这个国际化 是很乐观可以期待的 好 很乐观可以期待 总经理最后一个问题 跟你请教 我们看到的是 是不是 因为我们自己国产疫苗 当然说希望国人 大家其实都蛮有信心的 后续可以接上 我们这个疫苗不足的部分 但是是不是 我们在订单的部分 听着说 我们的友邦 其实对我们高端也很有信心 有人来接受说要采购了 有没有这一回事 这个问题 很多被问了很多次了 事实上 我想我们高端疫苗在 这个今年度 我们整体目标是来 满足国内的需求 来照顾国内的 2300万的同胞 但是因为这个疫苗 一旦平台建立以后 以我们的技术 跟我们目前的设备 我们要往上提升 我们的产能 的机会是非常的大 所以我们的目标是 设在明年以后 当台湾大部分人 都已经可以 受到好的照顾保护之后 我们才会把这个疫苗 到其他的友邦 或者说我们的邻居国家去 那么这点我们也是都有 在陆续的规划当中 相信也是非常可行的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陈总经理来接受 我们的这个访问 也告诉我们非常多 详尽有关于高端疫苗 谢谢总经理 好来我请教慧珍 因为这个高端疫苗 我们现在看到了 整个状况都还蛮不错的 可是偏偏呢 我们昨天还在讨论说 有在讲说 什么各式各样的问题 比方他们会提说 你这个只有做二期而已 安不安装 有没有效 然后到今天呢 开始在问的是说 哪里特别贵呢 我们把合约摊开来之后说 这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 怎么会卖这么样的贵 会真怎么样来看 其实我觉得 如果你是戴着有色眼镜 要挑的话 你什么东西都可以挑 比如说呢 当时之前说 我们目前为止 为什么买了疫苗 或到的这么少 之前也有人批评说 那人家以色列 用double的价钱去买啊 那为什么 人家三倍去抢货 你那不去抢 我们现在没有用三倍 然后我们只不过是买 高端疫苗 就被人家说什么 我刚刚有特别看人家 说是用头等他的价钱 去做经济舱 盛防墙里都往后都够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另外就是所谓的一个 免疫桥机的部分 二期做完这个部分 要进入到三期 不是台湾的一个创局 盛防强烈摇晃 即向局地震速报 请注意安全 很显然目前全世界 有的疫苗里面 大概10个国家掌握了70% 换句话说 其他国家是真的 真的就没有疫苗 那在没有疫苗情况之下 你要恶阻 全世界这个疫苗的一个疫情 是非常困难的 这也是为什么欧盟 它必须要提早去规划说 未来既然可能做到三期 这个部分是有它的一个困难度存在 而且这困难度不是只有台湾药 全世界新的药厂要去做到三期 都有很大的困难跟挑战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为了全世界70亿人口的一个健康跟安全 他们决定可能未来会采用这种免疫 桥界的这种做法 可以开放更多 韩国 台湾 日本 意大利 其他国家的药厂 有这个能力 做完二期的 就赶快用这样子的一个成果 比对现有的疫苗 AZ 嬌生 莫德纳 其他的一些相关抗体的一个表现的方式 只要不比他们差 就变成是未来也会有机会取得药证 那欧盟这样 WHO这样的做法 显然就代表着它有一定的安全性存在 那现在我们台湾走的比较前面 我们台湾做的比较前面 但是做的比较前面 你可能说 那这样可能不安全要做三期 没有问题 我们可以继续做三期 但在这种情况之下 假设我们台湾的TFDA通过了 有人要打 愿意打 才会以我来讲 我觉得OK 我要打 那我就去打 那如果你认为不安全 你坚持一定要做到三期 那你就慢慢等 没关系 会有机会等到你 或者你也可以去找 好心甘这些干爹干妈 认个干爹干妈 干哥干姐 有机会的话 去喊一声 干哥我来了 搞不好你就有机会插队去打 可是插队还要被公开姓名 我要特别讲 插队是违法的 有侵占之嫌 先告诉大家 不然大家真的跑去认干妈了 所以大家要搞清楚 这个东西是这样子 像以我个人来讲 我会觉得没关系 只要是TFDA通过 只要是台湾的专家学者 一致认为 或者是多数人认为 它是安全性的 那我就去打 没有问题的 那如果说 你真的这么不相信台湾的技术 真的不相信台湾的医疗水准 或者是疫苗这个开放 那也没有关系 你就稍后 比较后面一点 那回到 就是说刚刚提到的特权 打疫苗这件事情 其实PC Home的董事长 就张宏志先生 他有在他脸书 有特别去写到 他自己那一天 对 他说呢 那天他在6月8号晚上 而且那一天人山人海 他说他整个描述过程是 他其实长期以来都是 好心安这个部分 长期有参与他们这个捐助 以及他也是跟他们 是有一个维持一定的 一个志工关系的 但是呢 他是被接获通知之后 叫他去 他说他自己本身有慢性病 他也超过65岁 那也许是他自己 对于这个疾病比较恐慌 他一时之间 他真的错失了这个判断 他打完之后回到家 发现已经这个讯息 在网络上曝光之后 他才体验到说 原来我打的是应该是 别人医疗第一线医疗人员 应该要打的那些人 所以他在这篇文章 他特别想到说 他说他错了 但是他就有一点就觉得说 他现在知道自己错了 但是你好像也会不去 你也不能把他抽出来 可是源头现不易的是谁 所以我觉得就管控的那个人 就是台北市政府 所以我的意思就在这里 我的意思就是说 当你做错事的 你是有支持施的人 你知道你自己做错事 你应该会出来就说 对不起我错了 你要勇敢承认错误 因为他 你其实心里都很清楚 你今天占了一个这个名额 就代表着 有第一线的医疗人员 失去了这个名额 而你要知道 这第一线的医疗人员 假设他们真的因为这个机会 而确诊了 而发生什么问题 他会导致他本来可以照顾的病人 因此而少了一个医护人员去照顾他 所以他不是一个人这个问题 他是会牵起一个连锁反应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会对于这个特权打这种事情 特别的觉得不应该这样做 然后对于那一种 65岁以上70岁以上的那一种人 他在这一次在好心肝里面被通知去打 其实我是有一点不忍苛责 因为他们本身的健康状况 也不一定是真的很好 所以他们去打了 其实我会觉得说 好吧 那去打 我真的是觉得 是谁丢出这个名单的 我觉得这个背后 其实他的用心非常的歹毒 我觉得大家应该要了解 就对于这群人他去打 我相信有很多人 一定会觉得相当的后悔 而且他们也跟社会来道歉了 但是是谁叫他们去打 是谁把这个疫苗给这个诊所的 起心动念的是台北市政府 起心动念的是台北市长柯文哲 这个才是应该要去谴责的 可是很奇怪 你来看 这一些人他打了疫苗 其实那个来龙去卖市 因为他人的苦我 我也没想到那一堆我就去了 他们其实某种程度 在这个时间点有点受害 包括郭子贤他也出来说 他的确有打 他也要道歉 可是我们看柯市长 柯市长我们就讲说 这个不是我市长觉醒的 那是一个骨掌 然后大家就说 奇怪现在骨掌又变成 第二个鱼文了 对不对 那我们再回头看看 小雄议员你看 那时候柯文哲是怎么讲的 2014年他说 我如果是动算 我绝对没有鱼文 因为长官要有筋鱼头 是长官要来扛责任 可是现在不是叫鱼文 没错了 他叫做骨掌 怎么样来看 你说这张 这张是2014年 柯文哲自己的脸书 柯文哲下面有写一个最爱 那时候他是我的最爱 2014年 那的确他当时讲的一些话 让我们很感动 他说他要制造一个 好的企业文化 他觉得不应该让 下面去扛责任 因为上面有长官来扛 所以绝对不会出现 第二个鱼文 如果现在来看的话 显然看起来就有 柯文哲版的鱼文出现 就是那位鼓掌 我刚才特别提到 他说以前的疫苗 大概是这样的觉醒 有可能 因为为什么 因为那是有感疫苗 我刚才讲说 流感疫苗不见得 大家都想要打 或功过于求 所以大家觉得 那大概就是 常态分配就好 现在不是 现在是非常时期 但对于新冠疫苗的 求疫苗若渴的状况底下 你应该就有一个 很简单的排序 所以我们刚才提到说 如果有造册的话 应该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造册出来之后 哪些人该打 哪些人还年打 其实就会很明确 所以我刚才特别同意说 刚才特别提到 这些名单去打的人 其实他也搞不清楚 因为什么 就通知我去打 我怎么不知道 我是不是该打的那个人 所以我就通知被去打了 那打了这个诊所 搞不好就是 上面刚才讲说 你赶快打完 我要消化这疫苗 我觉得反而是 上面决策的人 这个比较可恶 那柯文哲市长 绝对不要逃脱这个责任 把责任推给下属 好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看到的脑脂乱 乱个没完 因为国民党总是可以在疫苗里面 不是鸡蛋里面挑骨头 要挑钢筋了 他们又在说 之前比较多的时候 说你买太多了 要过去 然后买太少 说你怎么不够 现在我们国产疫苗 有一个好的成果之后 他就要说 是怎么这么年贵 来 我先请教新华 我看到的是 国民党团的书记长 郑立文他有讲说 是不是死亡行销 这个防护力 还有这个保护力什么的 他觉得都还有一些问题 是不是要把老百姓 当作是白老鼠 怎么样来看国民党的行为 绝对没有一个政府 一开始就是觉得说 我利用老百姓的死亡来做行销 这样子也 这个指控也太夸张了 但我们必须要讲一件事情 今天他们在讲说 国产疫苗价格 是不是跟进口疫苗价格 比起来比较贵 那我们要讲这是事实 但是刚刚总经理 已经跟大家解释过一件事情了 我们今天国产疫苗 有两大重点 为什么需要国产疫苗 第一个 在国际间的其他进口的疫苗 进不来的时候 你至少有国产疫苗 可以帮大家保命 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你可以看到的是 国际间疫苗数量不够的时候 那他要进来 你要等他一匹匹的到货 这个操支不在我们手上 但有国产疫苗之后 至少有个东西操支在我们手上 可以帮民众来做保命 这很重要 那第二个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是你可以看得到的是 台湾的政治体制 跟国外真的不一样 跟美国也真的不一样 什么意思呢 我们的政府 假设各位去想一件事 今天如果高端疫苗 拿到政府 播给他300亿台币 然后呢 他在开发过程之后失败了 那你想想看 在政治上会发生什么事情 一场政治风暴就要发生了 马上就要检讨政府 你怎么可以这样浪费 你怎么眼光这么不精准 可以有这种失败的投资 但是你会发现 疫苗的开发跟药物的开发 就只有三个字 花大钱 所以你可以看到 之前蒋万恩不是也开过记者会说 这应该要把他投资 那也要把他支持 所以我们讲说 国民党为了政治的操作 常常着视金飞 昨天在讲的是 要做疫苗国家队 政府要多花点钱去帮他们 然后呢 当时呢 国民党也有人讲说 疫苗花再多钱 再贵都要买 谁讲的 朱立伦讲的嘛 但是你会发现 国民党昨天这样讲的 但今天就跳出来说 疫苗为什么买这么贵 这摆明就是来乱的嘛 因为两个因素 告诉大家为什么贵 第一个你会发现 国产疫苗的量 我们的部分呢 提供千万的部分 量就很多了 但是国际间 你听到的AZ莫德纳辉瑞 那个都是用一当单位 所以量不一样 那当然你的单位的成本 就不一样 所以你的价格相对 就会反应比较高 这是一件事情 第二个 就是我一开始所讲的 你政府投资这些疫苗商 多少钱 这很关键嘛 我们的政府体制 不肯像美国这样花钱嘛 你去看看川普当时呢 神速行动里面 为了这些疫苗厂花了多少钱 各位可以看一下 Johnson Johnson拿了折合台币300亿哦 美国政府给他的资金补助哦 AZ疫苗拿了折合台币360亿的补助哦 莫德纳拿了折合台币459亿的补助哦 很多国民党人爱提的辉瑞 拿了美国政府585亿的补助哦 默克没有做出来的 也拿了11亿的补助哦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请问你 在台湾 我们补助高端跟联亚多少钱 各位可以看一下 联亚跟高端 高端拿了4.7亿 联亚拿了4.3亿 所以我们疫苗厂要做疫苗这件事情 大家都是花自己的真功夫下去做的 所以建立国产疫苗这么重要 然后你再去看看国产疫苗 在这资金上面跟国外的落差 你就会发现我们的国产疫苗 其实大家是有决心也很辛苦的 要下去做疫苗 那你在那边挑剔他 一剂差个100块的那个价格 我请问一件事情 如果为了挑剔这个价格 把自己的国产疫苗给打死了 或是你不要扶植他 对台湾的防疫来说有比较好吗 我们从现在疫情的状况来看 很显然的 这绝对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嘛 所以价格上面 大家要知道的是 我们不需要去挑剔 那中间差那一两百块的价格 我们只需要了解一件事 政府在让你去打疫苗的时候 是公费 你可以不用花钱的 我怀疑他们是不是听不懂中文 那个总经理其实有解释很多 但是言会你看 国民党他们在讲的是说 他们感觉到国际认证很困难 保护力很困难 已经跟你讲解释 这个解盲非常成功了 可是他们听不懂 我觉得这完全就是 国民党在带的一个风向 因为基层听到的声音 昨天高端解盲之后 大家都非常高兴 尤其是像刚刚记者会有提到 60到70岁的这一群人是感染率 跟死亡率最高的 像我自己的父母 他们就70出头 还没到75 所以他们的顺位 其实没有在那么前面 但是知道之后有机会 7月份就可以打国产疫苗 可能有一千万剂 非常非常高兴 因为晚一点打没有关系 可是他的保护力其实是更好的 因为看起来数字是很漂亮 然后他的安全性也更高 他副作用可能比较低 所以其实在基层听起来 大家都是很高兴 而且很期待的 我觉得这个时候是保命 保命要紧 不会因为说你要 你的命比较重要 还是差那100块比较重要 那什么都能闲 再跟你谈这个价钱的问题 市长除了在吵说 疫苗有没有买贵 他们又发现一个战场 是说代工 人家AZ曾经找过你代工 为什么我们国家不要 他说是不是 我们连代工都要做刁难 我们要怎么样来思考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当时AZ所提出来条件 是要一年交给他 3亿剂的一个这样子的量 但是如果我们国内 目前现有只有两三家的产能 包括台康永新这几家 如果说一年光是AZ这个部分 就要交给他3亿 这样子庞大的量的话 那等于是排挤掉 我们自己研发 自主疫苗的一种可能性 但我们都知道 一旦是这个所谓的肺炎 变得是流感化的话 流感化你就变成 每年都要打 每年都要打 你怎么可能 每年都仰赖别人卖给你 或者是每年都仰赖 像这样的东西 取得人家的代工资格 应该是说 我们必须要先培植 自己的一个疫苗的生产能力 这样子才是长治久安 这样子才有办法变成是 长久以来 我们这种国安的 国安的一种物资存在 所以这也是当时指挥中心 考量的一个着重点 如果说我们当时 真的签了这个AZ的 三亿计的这个代工量 我们现在我们的自主的 研发的这个高端这个部分 就没有办法进入 真的二期解盲的一个情况 但在这种情况之下 虽然短期大家对于 二期有一些意见 谢谢大家